央企高管攜帶外遇對象上街遭到免職 驚動中央 非製已定廢止與中共的警察交流協議 中國今年高考生歷史上最多 就業前景更差 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在北京會談 網評嘲諷 下季美國超市有驚喜 雞蛋要減價了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8日星期四 歡迎收看國際要賣我是王曉翔 鍾石油旗下公司總經理胡繼勇 日前葵和妙齡女子牽手逛街的影片 被發到網上輿論嘩言 該公司信職發出通知 繼勇被免職 並表示將會進一步調查 事件驚動中央巡視組 並且仍然在網絡上發酵 這段影片在抖音上發出 影片當中繁華的鬧市街頭 這名女子莊容貞智 和一個中年男子並肩牽手 姿態親密 示範後引發輿論嘩言 6月7日 中國石油北京項目管理公司 微信公號發布公告說 根據網上關於我公司所屬環球項目 管理公司員工胡繼勇的相關消息 立即組織核實了解 目前胡繼勇已經被免去環球項目管理公司 執行董事、黨委書記、總經理職務 並接受公司幾位核查 公告未提網上相關消息指什麼 但說公司將會根據結果進一步作出處理 據澎湃新聞報導 影片中的男主角被網友指認為環球工程項目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黨委書記、總經理胡繼勇 而女方被指並非其妻子 星島環球說 涉事女方和胡繼勇的原配 被指和胡繼勇在同一個公司共事 女方姓名為董事緊 為環球工程項目公司員工 曾獲北京項目管理公司和公司2022年度QHSE 先進個人榮譽稱號 敵端新聞記者致電中央第十巡視組 反映疑似胡某出差帶第三者逛街的情況 巡視組的工作人員表示 已經登記相關情況將會督促查實 6月7日上午 極目新聞記者查詢發布歌影片的街拍攝影師帳號發現 該段影片已經找不到 中午該帳號已經變成私密帳號 所有影片的狀態都已經不可見 湖南時事評論人士李先生 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說 守著糞坑打蒼蠅 蒼蠅能夠打得完嗎? 如果說想要徹底根治也不難 將這個糞坑移除就行了 所以腐敗產生根源的深層原因 就在於有一個容易產生腐敗的制度 只要制度改變 腐敗現象就會消失 大紀元6月7日報導 去年二十大前公布的前兩屆落馬高官數字 都存在同樣的疑似隱瞞問題 報導指6月6日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刊發 著名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構的文章 大談所謂解決大黨獨有難題 文中提到 二十大後 中共中紀委國家監委立案審查調查 中管幹部39人 所謂中管幹部 是在中早報備案的幹部 其任免權在中共中央 這類落馬高官 就是被稱為打虎拍刑的老虎系列 不過 查閱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和相關官媒 中共二十大後已經公布打下的老虎 並沒有那麼多 只有29人 其中從二十大閉幕的2022年10月下旬 至2022年底 獲通報落馬的老虎有7人 2022年11月5日 辭任央行黨委委員 副行長范一菲被查 成為中共二十大後首輔 之後到年底前 還有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春生 應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黨委委員 副局長張福生 遼寧省瀋陽市人大主任副中委 西藏人大原副主任紀國剛 吉林省政協原副主席張曉沛 貴州省政協副主席張建坤等7人落馬 今年5月29日晚官方通報說 陝西省人大原副主任李金柱被調查 分析人士認為 中共反腐越來越詭秘 可能因為有關落馬官員較為敏感 被隱瞞的以軍隊落馬將領居多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說 中共當局目前打老虎打下去 民間和官場已經疲蔽 震懾力有限 大家對中共貪腐越來越絕望 但是如果不打虎 中共又已經沒有回頭路 會讓腐敗泛濫成災 也就是說反腐已經造成了 習近平的兩難處境 1號非制總理蘭布卡表示 非制正在審議與中國的警察交流協議 並考慮是否徹底取消 據老闆社報導 非制與中國2011年簽署一份量解備忘錄 允許非制警察在中國接受培訓 與此同時 中國派遣警察前往非制 但自從半年前蘭布卡在大選當中獲勝掌權以來 蘭布卡政府對於與北京的密切關係 表現出更多疑慮 此前1月 蘭布卡告訴當地傳媒 他認為與中共警方的協議 沒有必要繼續下去 7日 他對紐西蘭進行國事訪問期間明確表示 該協議已經被割置 他說 如果我們的價值觀和制度不同 我們需要與那些具有相似民主價值觀 和立法和司法等制度的國家合作 蘭布卡還表示 紐西蘭與非制正在商定一項國防協議 該協議將會加強兩國軍隊之間的接觸 並幫助建設非制國防軍的能力和技能 此前雙方就同意在諸如安全 保護共同利益 和經濟活力方面合作 蘭布卡在惠寧對會見 包括紐西蘭總理 和反對黨領袖在內的 紐西蘭政府高級官員時高訴傳媒 雙方將會在下星期 商定該國防協議 這個協議達成的背景是紐西蘭、澳洲 及其夥伴尋求阻止 太平洋島國和中共 建立安全夥伴關係 中共去年和紐西蘭群島達成了安全協議 星期三近1300萬中國註冊高考考生 湧入考場 進行全國統一高考考試 而在青年普遍失業的陰影下 就業前景正在變得越來越糟高 公開的照片顯示 很多考生到寺廟上香祈求好成績 還有一些老師分發總祈求好運 今年的考生比去年增加了98萬人 達到1291萬 有抖音用戶表示 在2000年 全國大概只有375萬考生參加高考 今年考試人數已經達到以前的4倍 這樣真是很難 中共官媒報導預計 今年將會有創紀錄的1160萬大學生畢業 近期16至24歲的城鎮失業率 已經突破兩成達到歷史新高 而且這個比例可能會進一步上升 為了解決就業 一些省級政府鼓勵失業青年 到農村找工作 響應習近平去年12月呼籲城市青年 幫助振興農村經濟的號召 但這個信息遭到了大多數年輕畢業生的消極響應 目前中國的年輕人 是幾十年來受教育程度最高的 大學同職業學校的畢業生人數 創歷史新高 但在3年的疫情大流行限制 對小企業造成沉重打擊後 城市出現嚴重的就業機會不匹配現象 失業率飆升 而中國人口萎縮的問題 將會在幾年之間產生效果 儘管政府盡最大努力鼓勵 年輕夫婦生育更多孩子 但今年高考考生的人數 已經遠遠超過最新出生人數 2022年僅有956萬英而出生 創下歷史最低水平 7日中共外交部在一份聲明當中 中國、巴基斯坦和伊朗 星期三當日在北京舉行了首次三方反恐會議 就地區反恐形勢 進行了深入交流 並決定定期舉行會議 另一方面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吉達 會見沙特王署穆罕密德 本薩納曼 在本州稍曼 他將會聯合主持在該國舉辦的反恐會議 在會談期間 兩國重申了他們共同致力於 促進中東及其他地區的穩定、安全和繁榮的觀點 有評論表示 覺得中共和伊朗牽頭舉行會議的消息很可笑 恐怖組織聚會牽頭反恐 明目張膽的賊喊觸賊 長期以來 中共擅長用反恐的明目在國內打擊異議群體 今年5月下旬 中共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 在新疆考察時聲稱 要繼續推進反恐維穩常態化 而人權組織披露大量事實證據指出 中共當局大規模拘禁新疆維吾爾人 並讓他們從事強迫勞動行為 外界擔憂 中共的最新主張會導致當地的維吾爾人的人權狀況 轉一步下滑 經過雞蛋供應短缺 蛋價高漲的痛苦之後 雞蛋的價格終於可望恢復較正常的水平了 最近還出現罕見的雞蛋減價 讓美國消費者忍不住歡呼 華爾街日報引述超市高層表示 隨著美國歷史上最佔命的禽流感爆發 雞蛋價格在今年1月份 被推高至每合12顆4美元 不過未來幾個月零售雞蛋價格有望恢復到歷史平均水平 現在雞蛋供應已經反彈 官員和農民表示 因為疫症的傳播已經放緩 雞蛋供應也開始反彈 在總部位於紐約的Tops Market等連鎖超市裏 消費者在最近幾個月來首次看到雞蛋減價 在Tops Market負責雞蛋、奶製品等商品的蘇德菲表示 超市計劃嘗試每月推廣一至兩次 雞蛋價格應該都會低於2美元一盒 他還說該公司最近以每合1.49美元的折扣價提供雞蛋 並計劃在未來幾個月內以1.29美元的價格銷售 此前一年該超市並沒有對雞蛋價格減價 根據市場研究公司Circonet Group的數據 雞蛋成為2022年底美國食品通脹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 因為去年價格飆升超過30% 漲幅超過所有其他雜貨 消費者減少了雞蛋消費 並嘗試雞蛋的替代品 甚至有一些人開始自己養雞 史坦頓島一家保險經紀公司的僱員 馬克爾·科倫波說 最近幾個月他減少了雞蛋的用量以節省開支 早餐時 他用牛油果多士或母蛋煎餅 來代替他最喜歡的煮雞蛋 最近科倫波在當地一家雜貨店 以3美元購買了兩瓦雞蛋 他很開心地分享雞蛋減價的消息 並計劃恢復早餐的煮雞蛋和煎雞蛋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先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